上禮拜是講總論嘛 然後有一些定義對不對 那個宿主有一些定義嘛對不對 那從今天開始就是講個論 那同學們要知道那個宿主 他是哪一種宿主 就是等一下開始就會 就是會套用上次的一些定義 像就單細胞寄生蟲來說 什麼叫做中宿主 或是什麼叫中間宿主 這些定義你們都要知道 還記得嗎 等一下就會問你們 那寄生蟲大致上分為哪三大類 還記得嗎 原蟲 乳蟲 節肢動物 所以從今天這堂課開始就講原蟲 就單細胞寄生蟲 那第一個要介紹的就是 馬拉里亞叫瘧疾 瘧疾是一種疾病 它的病原體叫做瘧原蟲 那等一下會介紹這些部分 首先會講一下流行病學 再來就是有哪些的基因分子 會影響人類感染瘧疾 然後第三個是生活史 生活史我一直強調 學肩酮生活史就是最重要的 然後它會引起什麼臨床症狀 最後是診斷跟治療 重點focus在生活史跟症狀 這個比較重要 好 好 虐原蟲啊 虐原蟲一般 它會寄生在 哪裡 你知道嗎 紅雪球裡面 一般的紅雪球裡面 是不會有任何東西的 健康人的紅雪球 是不會有任何東西的 所以如果你在顯微鏡下面 看到紅雪球裡面有一些 奇奇怪怪的東西 像這樣子 像這種 這種紅雪球裡面有東西 這個就是不正常的 那這個其實就是 虐原蟲寄生在紅雪球 裡面它形成一個 戒指的形狀 戒環的形狀 這是還蠻常看到的 虐原蟲的感染 好 這張投影片你們上禮拜有看過 這是會導致人類死亡的動物 排名前十名的嗎 第一個你們還記得是什麼嗎 就是蚊子 蚊子就會導致這個 瘧疾 這個之後 我們都會一隻一隻去講 首先講一下它的分類地位 這個稍微知道一下 稍微知道一下就好啦 大概不大概會去考你 考你這個 它是屬於什麼門 它叫頂端複合門 借蛋是原生動物借 原生動物借 它是屬於頂端複合門 叫epicompressa epicompressa這個字是由兩個字組成的 叫epico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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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icocomplex epicocomplex epicocomplex這個字 是端點的意思 對不對 complex就是複合物 顧名思義 這一類頂端複合門的寄生蟲 都有這一個構造 在它的端點 這是一隻虐原蟲 在它的端點這邊 都有一個構造 叫epicocomplex 這個叫頂端複合體 頂端複合體 那頂端複合體是由一些線體 組成的 看這邊的卡通圖 epicocomplex是由一些像微線體 磅狀體 這些都是一些線體 它會分泌酵素 那你想一下 它分泌酵素要幹嘛 當然是幫助它寄生 寄生在宿主裡面 好 這個 epicocomplex 在 寄生蟲 吸附在宿主細胞 或是侵犯宿主細胞 扮演一個專業的角色 因為它會分泌酵素 把宿主細胞表面溶解掉 溶解掉 然後它就可以 鑽到宿主細胞裡面寄生 OK齁 好 那它是屬於 包子蟲鋼 虐原蟲是屬於包子蟲鋼 之後還會 下禮拜還會講到 那個工蟲 它們是屬於同一個鋼的 它也是包子蟲鋼 好 總之這一類 都有epicocomplex 然後對侵犯素毒細胞很重要 好 然後genus 就plasmodium 就是 虐原蟲鼠 它有四種species 最常見的 這是最常見 會感染人類的species 有四種 好等一下會 等一下會介紹 這是它的分類地位 好 好 虐原蟲 它會侵犯我們人體 主要是有兩種細胞 兩種素毒細胞 會被它侵犯 第一個叫乾細胞 第一個叫乾細胞 第二個叫紅血球 好 你看一下 這是一隻虐原蟲 這是一隻虐原蟲 它是不是有epical complex 對不對 當它接觸到乾細胞的時候 如果這個epical complex 沒有對準乾細胞的時候 它會做一個 重新定位的動作 它就會轉 轉一個向 轉向 像這樣 轉向 變成這樣 然後這個epical complex 就可以對準乾細胞 對不對 然後它就會分泌效素 把乾細胞表面溶解 然後它就可以 鑽進去 那紅血球也是一樣 這個epical complex 對準 紅血球的表面的時候 它就會分泌一些效素 把紅血球表面溶解 然後它就會鑽到紅血球裡面 它就會形成一個戒指 有沒有 這邊 戒環的形狀 有沒有 這叫戒環 那先講一下 流行病學的部分 這個同學們 你們稍微有個概念就好 你們知道 鳥原蟲 是一個很嚴重的 鳥疾是一個很嚴重的寄生蟲疾病 在非洲地區 它算是最普遍的疾病 那今天從 講到寄生蟲疾病 它大概就排名 大概 數一數二的 寄生蟲疾病 每年有上億個人感染虐疾 這個上禮拜 我稍微有講過對不對 還記得嗎 虐疾 每年大概有上億個人感染 那有數十萬人死於虐疾 在非洲地區 大概平均三十秒 三十秒 就有一個小孩子死於虐疾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寄生蟲疾病 所以每天大概會有三千個人 三千個小孩子死於虐疾 在非洲地區 那這個是它的分佈 虐疾的分佈 你看一下它的分佈 最多的在哪裡 就非洲地區 這顏色最深的 就是分佈最多的地區 好 只有一些像是韓代地區 韓代地區 比較沒有這個瘧疾的案例 像是什麼俄羅斯啊 那些地方 包括這個台灣 台灣也有 台灣現在沒有 但是以前也有 好 百分之九十以上 這個 瘧疾死亡的案例 都來自非洲 這個當然啦 因為那邊 最流行 感染人類的瘧原蟲 瘧疾的病原體 叫做瘧原蟲 對不對 感染人類的瘧原蟲 主要有四種 這四種佔了 人類瘧疾 百分之九十以上 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這四種瘧原蟲 好 第一隻叫做 Plasmodeum Vibex 這叫 兼日虐 兼日虐 兼日虐原蟲 第二隻叫 Plasmodeum Overly 這叫 Overly這個字 原本就是軟圓形的意思 軟形虐 或軟圓虐 好 第三隻叫做 Plasmodeum Malaria 這叫三日虐 第四隻叫做 Phasiparum 這叫惡性虐 你看一下 這個惡性虐 你先有個概念 惡性虐就是 它引起的臨床症狀 或比較嚴重 所以它叫惡性虐 它比較毒 這個先有個概念 好 這叫Milligant Malaria 它是比較毒的 在大概 一二十年前 一二十年前 有發現 第五隻 會感染人類的虐原蟲 原本只知道四隻 大概二十年前 有發現第五隻 這個叫Nolecite 這個叫 諾氏虐 諾氏虐是 發現第五隻 會感染人類的虐原蟲 它原本是 猴子的 猕猴的 瘧疾 它原本是 是猕猴的虐疾 在2004年 在印尼的 波羅州那邊 發現 有人類感染的案例 好 那經過這個 Molecular analysis 叫序列分析 發現這個 諾氏虐的 那個 基因的序列 跟已知會感染人類 虐疾的虐原蟲 還蠻像的 跟這個Vivus 他們的序列還蠻像的 所以這個 諾氏虐其實很早就有了 很早就有了 那你看一下 這個諾氏虐 這個是諾氏虐 它分佈的區域 分佈的區域 紅色的地方 是原本就是感染 感染猕猴 感染猴子的 這個地方 那藍色的地方 是有感染人的 有感染人的區域 所以這個是 大概在東南亞一帶 東南亞一帶 有這一支 諾氏虐 有這支 諾氏虐 所以就是 同學們如果以後有機會 到東南亞 這些地方的時候 就要小心 那邊還是有虐疾 那邊還是有虐疾 你們這邊有什麼 什麼志工團的嗎 就是什麼 簡愛還是什麼 就是會到一些 非洲地區 還是一些比較 偏遠落後的地區 有些地方都還是有虐疾 所以還是要特別的 小心 所以這個地理分布 這四支虐原蟲的地理分布 同學們稍微要知道一下 第一支叫做兼日虐 它分布在熱帶亞熱帶跟溫帶地區 好 台灣曾經流行過虐疾 你們知道嗎 台灣曾經流行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大概在1945年 1945年有流行過 那時候 全台灣 大概有六百萬人 有六百萬人 然後有一百五十萬人感染虐疾 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感染虐疾 就你四個人在打麻將的時候 就有一個人感染虐疾 就是這個兼日虐 好 這個你們要知道 這個算是常識 就是台灣曾經流行過的虐疾 是兼日虐 這個要記住 這個考試也有考過 好 那中間這兩支 參考就好 軟型虐是美洲以外的熱帶地區 還有三日虐是比較少 三日虐其實毒性比較低 然後他的case也比較少 所以這一支比較 比較不重要 第四支叫惡性虐 我剛剛有提到惡性虐是不是比較毒 非洲地區的虐疾 非洲地區虐疾很嚴重 對不對 主要就是 惡性虐 主要就是這個惡性虐原寵造成的 所以這邊 大概要記得 大概要記得 就是台灣曾經流行過 兼日虐 那非洲地區那邊是惡性虐 這個是 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接下來講一下 哪些的 基因分子 會影響人類感染虐疾 主要有三個 主要有三個 第一個叫做Hemoglobin菌 什麼是Hemoglobin 你知道嗎 有沒有學過Hemoglobin 什麼 是什麼 雪紅素 對不對 雪紅素基 紅雪球裡面有雪紅素 你們知道嗎 紅雪球裡面有雪紅素 好 第二個叫做G6PD 有聽過嗎 有齁 G6PT 你看這個就知道它是一個酵素 它是一個酵素 好 第三個你們可能比較沒有聽過 這叫Dafi Antigen Dafi Antigen Dafi Antigen 你們有聽過嗎 有聽過嗎 沒有 這個是紅雪球的表面 抗原 紅雪球的表面抗原 就是紅雪球它表面有一些 蛋白質 就是那些抗原 糖類 好 這三個基因分子 會影響人類感染虐疾 好 第一個叫做Hemoglobin gene Hemoglobin 就是雪紅素的基因 正常人的雪紅素的基因型 正常人是左邊那個 正常人 它叫大A大A 是正常人 健康人 的雪紅素基因 好 如果這個基因它突變了 突變了 這個A變成這個S的話 是最右邊那個 叫SS 這個基因型 它會引起 鐮刀型貧血 這個你們有印象嗎 有喔 這高中有學過 所以它的基因型叫SS 會引起鐮刀型貧血 那這一類的人 它的紅雪球 是不是就鐮刀型的形狀 對吧 好 那它會死嗎 對不對 這一類的感染 就是 Sickle cellulimia 鐮刀型貧血的人 會死嗎 那個十字架就是會死掉的意思 十字架會死掉的意思 好 正常人 正常人那個大A大A 感染疾疾疾 是不是也會死掉 會啦 所以那個十字架就是死掉的意思 中間型 叫Sickle trait Sickle trait是中間型 就是一個正常的A 另外一個是S AS叫中間型 這個感染疾疾 反而不會死掉 為什麼 為什麼 有沒有同學要回答一下 為什麼中間型 一邊是 一個是健康 一個是正常的基金型 然後一個是 鐮刀型貧血的基金型 AS 為什麼感染疾疾不會死掉 有沒有同學要回答一下 加分 反正有問題 回答就可以加分 快點 有沒有同學要回答的 有沒有 為什麼中間型 不會死掉 為什麼 後面有同學可以回答 這是一個概念而已 這是一個概念而已 你把那個概念講出來就好了 為什麼 講講看啊 沒關係啊 不用那麼嚴肅啊 你們有點安靜 為什麼中間型不會死掉 這個概念知道了之後 我後面講的 基本上是一樣的概念 為什麼 為什麼 有想法嗎 有沒有想法 好 我問你 這一種中間型的 它的紅血球是健康的嗎 不是健康的嗎 所以 所以連虐原蟲 它都沒有辦法在裡面 好好的活下去 了解嗎 所以就是 這個概念就是 如果紅血球 它本身就不健康的話 虐原蟲也不會在那邊繁殖 所以你感染虐疾也不會死掉 OK齁 好 原蟲 是不是單細胞寄生蟲 它會不會有症狀 取決於什麼 它的樹木 它樹木越多 它就會有症狀 它樹木越少 就不會有症狀 OK齁 所以你會有症狀 代表這個原蟲 它在你體內 繁殖很多 所以你會有症狀 好 所以你要記住 Sickle Trap 較不容易感染 虐疾死亡 因為紅血球不健康 好 第二個是不是G6PD G6PD 欸你們有學過生化嗎 生化你們學過了嗎 好 你們有學到一個叫做 五炭糖的代謝途徑有沒有 叫Pentos Phosphate Pathway 這個G6PD 就是這個五炭糖代謝途徑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酵素 這邊不是要考你生化 你只要記住一點 這個五炭糖代謝途徑的中產物 叫做NADPH 叫這個 叫NADPH 這個在紅血球裡面 裡面也有這個代謝途徑 也有這個代謝途徑 也有這個代謝途徑 那這個五炭糖代謝途徑是由G6PD 這個重要的酵素所催化的 好 那NADPH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它可以把這個氧化鈦的 GSSG 把它還原成GSH GSH叫做Glutathione 你們有聽過Glutathione嗎 Glutathione它是一個抗氧化的蛋白質 它是一個抗氧化的蛋白質 所以 所以 NADPH 它可以去 把這個GSHG 還原成Glutathione 所以它對這個抗氧化很重要 對抗氧化很重要 好 所以 所以 如果G6PD 缺失的話 會怎麼樣 G6PD 缺失的話 NADPH 是不是就減少了 NADPH 減少之後 Glutathione 是不是就減少了 那Glutathione 對抗氧化很重要 所以 Glutathione 減少的話 紅血球抗氧化的能力 是不是就變差了 所以 G6PD 缺乏 最終會導致什麼 紅血球抗氧化的能力變差 所以 它就不健康 對不對 所以 虐原蟲 它就不喜歡寄生在 這樣子的環境之下 好 所以 G6PD 缺乏的人 比較不容易該虐疾 這OK齁 好 就是這個概念而已 這個其實也沒有很難 第三個 第三個 叫DAPHE-NTG 這個是紅血球的表面抗氧 好 這個稍微注意一下 不是每一種 不是每一種人的紅血球表面都有這個DAPHE-NTG 不是每一種人都有 像是那個非洲黑人 非洲黑人跟美洲的黑人 他的紅血球表面就沒有DAPHE-NTG 像我們亞洲人就有 我們台灣人就有 有DAPHE-NTG 這個DAPHE-NTG 我剛才有講到 虐原蟲 它要侵犯紅血球 是不是要先跟紅血球接觸 對不對 要BIDING 這個虐原蟲跟紅血球BIDING的話 需要DAPHE-NTG的幫忙 但是 注意一下 只有 兼日虐 只有兼日虐 這一隻 虐原蟲 跟紅血球BIDING的時候 需要DAPHE-NTG OK 所以你想一下 黑人 黑人 他沒有DAPHE-NTG 對不對 所以 他是不容易感染兼日虐 對吧 那我們 台灣人 亞洲人 紅血球 DAPHE-NTG 所以我們會感染兼日虐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剛講的 在非洲地區 非洲地區流行的是哪一隻 是惡性虐嗎 在台灣是流行兼日虐嗎 就是這個原因 主要是因為 有沒有DAPHE-NTG的關係 所以大多數的黑人 不容易感染兼日虐 所以以上 我就是講了三個基因的分子 會影響的那個感染兼日虐 有時候考試會考 有時候考試會考 結果同學們 你們在這邊都聽得懂 你們在這邊應該都聽得懂 就是回去其實 也可以不用再看Paul Can 就是 節省你們的時間 你們可以的話 就在這邊把重點記一下 回去 就不要再浪費時間 再去看這個東西 因為我知道你們有很多書要念 可以節省你們的時間 就在這邊把它弄好就好了 就在這邊把它弄好就好了 你說什麼 重症跟輕症的定義是什麼 你說一般的貧血是不是 應該都不容易感染 因為就是你的紅血球 都不健康了嘛 它取決於你紅血球 不健康的程度有多少 假設你的紅血球已經就是 已經 你那個很嚴重的 那個紅血球已經很不健康了嘛 那個就越不容易感染越急 那如果你 可能症狀稍微輕微一點的話 紅血球還可以讓鳥原蟲寄生的話 那還有可能 主要是取決於你的 紅血球的那個狀態 好 接下來講一下那個 生活史 生活史 其實你們知道一些流行病學之後 你就要知道 我們人怎麼感染 我們人怎麼感染 我們人怎麼感染虐急 這就是我們生活史的部分 第一個 你一定要被蚊子叮啦 對不對 你感染虐急 一定要被蚊子叮 而且這個蚊子 還不是普通的蚊子 這個蚊子叫做虐蚊 你一般看到的那個什麼 家蚊 一般看到的蚊子 它是不會傳播虐急的 OK 這邊等一下會有一些名詞 同學們你們可能第一次聽 會覺得稍微有點複雜 但是沒關係 它有中文跟英文的名詞 我建議你還是去認英文 因為中文的名詞 是我們自己去翻 你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步驟 這邊有一個步驟 第一步 是不是你要被虐蚊叮咬 對不對 這邊 叫虐蚊 你被虐蚊叮咬 它的唾意裡面 就有這個虐元蟲 唾意裡面就有虐元蟲 這個時候的形態叫做 Sporozoi 這叫包子小體 虐元蟲的蚊子的唾意裡面 有包子小體 當它叮咬人的時候 就會把包子小體 打到我們的血液裡面 這是第一步 OK 我剛才有講到 第一步 它會先去哪裡 它會先去 肝臟 這個包子小體 它第一步 會先去感染 肝臟的肝細胞 好 你看一下 它把包子小體 打到我們的血液裡面 這是Sporozoi 叫包子小體 第一步 它會先到肝臟 然後去侵犯肝細胞 它是不是就是 epical complex 對準肝細胞 然後就刺進去了 就在裡面寄生 雲蟲只有所謂的 無性生殖跟有性生殖 而已 你看一下 它刺進去肝細胞裡面寄生 剛開始它也是一個細胞而已 它會在肝細胞裡面進行 無性生殖 對不對 無性生殖是什麼意思 就一分為二二分為四 這樣子 一直分裂對不對 一直分裂之後 它是不是會佔滿整個肝細胞 對不對 看一下 這邊 它刺進去之後 在肝細胞裡面進行無性生殖 它是會佔滿整個肝細胞 像這樣子 有沒有 綠色的一坨 全部是溺原蟲 佔滿整個肝細胞 這一個 佔滿整個肝細胞的這個型態 叫做Skyzong Skyzong叫做裂質體 叫做裂質體 Skyzong叫裂質體 它佔滿整個肝細胞對不對 那你覺得 它一直不斷的分裂 最後會怎麼樣 肝細胞會怎麼樣 會破掉 對不對 破掉之後 它裡面的虐原蟲 是不是就跑出來了 它破掉之後 釋出的那個虐原蟲的型態 叫做Merozoi Merozoi叫做裂質質 叫做裂質質 這個裂質質 它 會去感染 臨近的肝細胞 OK齁 去感染臨近的肝細胞 然後一樣在裡面進行無性生殖 然後 很多就是 一樣形成裂質體 然後又破掉 又感染旁邊的肝細胞 就這樣一直不斷的循環 最後你是不是很多的肝細胞都被感染 對齁 這樣子經過幾個循環之後 幾個循環之後 你肝細胞全部被感染 這個裂質質 它會跑到血液循環裡面 去感染紅血球 OK齁 你看一下齁 它一開始先感染乾細胞 然後在這邊感染 很多乾細胞都被感染了齁 之後 這個裂質質 它會跑到 血液循環裡面去感染紅血球 它一樣是APICAL COMPLEX 對準紅血球 鑽進去 寄手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一個紅血球 裡面有一隻濾原蟲 形成一個環狀 這個是叫做什麼 戒環 對不對 這叫Ring Phone Ring Phone叫戒環 那我問同學 接下來它要幹嘛 在紅血球裡面 濾原蟲寄生了紅血球 接下來它要幹嘛 它要進行什麼 無性生殖 一樣 它進行無性生殖 就是一變二二變四 佔滿整個紅血球 是不是佔滿整個紅血球 這邊 對不對 那這個實體 也叫做 SKYZAN 只是它是 紅血球實體的SKYZAN而已 OK齁 好 紅血球會不會破掉 如果烈原蟲一直在紅血球裡面 進行無性生殖 紅血球又會破掉 破掉之後又釋出劣質質 劣質質又再一次感染 旁邊的紅血球 那你最後 你的紅血球 全部被濾原蟲感染了 OK齁 這邊是 你看一下這邊感染肝細胞 跟紅血球的過程 它是不是無性生殖 是吧 是不是無性生殖 好 好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這個是在我們體內發生 對不對 在人體內發生的 不管是乾細胞或紅血球 都在體內發生 那人是什麼宿主 人對烈原蟲來說 是什麼宿主 中間宿主 我聽到答案了 中間宿主 就原蟲來說 會行無性生殖 叫做中間宿主 OK齁 好 好 這在人喔 那有性生殖在哪裡 你看一下 感染紅血球的這個 鳥原蟲 有機會走有性生殖的途徑 有機會 這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你看一下 這邊有拉一條線出來 這邊有拉一條線出來 這一條線就是走有性生殖的途徑 這個有性生殖 它會分化成 Gamethosite Gamethosite叫做 配子 配子體 叫Gamethosite 它如果分化成Gamethosite 被蚊子 蚊子在吸血的時候 把這個Gamethosite 吸到蚊子體內之後 這個Gamethosite 它會進一步的分化 分化成 熊配子體跟磁配子體 這個時候是在蚊子體內的喔 蚊子體內的話 這個Gamethosite 它會分化為熊配子體跟磁配子體 磁熊是不是會交配受精 對不對 然後就變成核子 這是有性生殖的途徑 磁熊交配 是有性生殖的途徑 它變核子 核子會再分化為軟囊體 叫Oocyst 同學們 你們只要看到Oocyst 就知道它是有性生殖的產物了 看到Oocyst 以後 不管你看到Oocyst 這個也是有性生殖的產物 好 那我問你喔 它被蚊子吸到體內 行有性生殖對不對 虐原蟲 虐原蟲被蚊子吸到蚊子的體內 進行有性生殖 請問一下蚊子是什麼宿主 對 就中宿主 蚊子對虐原蟲來說是中宿主 OK 因為它在它體內行有性生殖 好 我下面這邊這些蚊子 都是幫助你們了解而已 在人體內叫Asexual Cycle 這叫 無性生殖 人是當中間宿主 叫Intermediate Host 好 那在蚊子體內 在蚊子體內叫Sexual Cycle 這叫有性生殖 所以蚊子是屬於 確定宿主 或是Final Host 好 那這邊這顆圓圓的是什麼 這個是蚊子吸血之後 蚊子也有胃喔 蚊子也有胃喔 蚊子的胃叫做中腸 Mega是蚊子的胃 所以這一圈是蚊子的胃 這個是蚊子的胃 那它就是在裡面行有性生殖 蚊子 那有性生殖的藏物叫做 Oasis 叫軟囊體 好 你看一下 Oasis在這邊 Oasis在這邊喔 這是有性生殖的藏物喔 這Oasis裡面已經有很多條的Sporozoi Sporozoi叫做什麼 包子小體 它原本是在蚊子的胃 蚊子的胃形有性生殖 產生Oasis 然後Oasis裡面有很多包子小體 這個包子小體 它會往蚊子的拓線的方向移動 包子小體會往蚊子拓線的方向移動 下一次蚊子在叮人的時候 你看又回到這邊 又回到這邊了 下一次蚊子在叮人的時候 又把包子小體打到我們人體內 這樣這個生活史就完成了 這樣了解嗎 可以齁 光講這邊就講蠻久了 其實它 這是你們第一次聽 其實它沒有很難 它沒有很難 它在人裡面都是做一樣的事情而已 它在人裡面就是 先感染乾細胞 無性生殖 破掉 然後去感染紅血球 無性生殖破掉 最後被蚊子吸血之後 有性生殖 有性生殖之後又產生Sporoid 然後跑到蚊子的拓線那邊 下一次再叮人 就是這樣子循環 你們看一下這個影片 你們看一下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 就是濃縮我剛才講的東西 這個其實還蠻簡單的 這是虐蚊 虐蚊在咬人嗎 虐蚊在咬人它會把 Sporoid 打到體內 對不對 那一條一條的 那就Sporoid 對不對 包子小體 第一個會去的地方是哪裡 肝細胞 肝臟 Lever infection 感染肝臟 肝細胞 這是肝細胞 然後包子小體就吃進去 吃進去裡面寄生 然後在裡面 在裡面幹嘛 進行無性生殖 對不對 一變二 二變四 這樣子 一直無性生殖 最後它是不是佔滿 整個肝細胞 然後肝細胞就 破了對不對 破了之後 這一顆一顆叫什麼 maryloid 劣質質 它要去感染隔壁的 你看 最後每一個肝細胞 就這樣破掉 最後每一個肝細胞 它就破掉 下一步去感染紅血球 這一樣 無性生殖 吃進去之後 無性生殖 這叫紅血球 侵犯紅血球的時期 剛開始是只有一隻 對不對 剛開始只有一隻 這個叫什麼 借環旗 這叫ring ring 叫借環旗 然後進行無性生殖 佔滿整個紅血球 那就叫Skyza 然後紅血球破掉 這個紅血球破掉的時候 其實它會釋放出一些 會讓我們人體發燒的物質 所以我們 人類感染瘧疾的話 就有一個很明顯的症狀叫做發燒 那發燒之前會發冷 所以你會忽冷忽熱 感染瘧疾的話就是忽冷忽熱 然後就是會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狀 好 這邊OK嗎 那接下來就是 看看就好 接下來是歷史 歷史 在18世紀以前 沒有人知道 瘧疾這個疾病 它的病原體到底是什麼 沒有人知道 只知道有很多人感染 很多人感染瘧疾 好 他們有提出一個說法 叫髒氣自虐 髒氣就是那個不好的空氣 所以在那個不好的空氣 可能在沼澤那些地方 有很多人感染這個瘧疾 好 你看一下Malaria這個字 Malaria Malaria Mal 是不好的意思 Area Malaria Area Air 那是空氣的意思 所以早期這個是 那只是一個傳說而已 叫髒氣自虐 但是後來當然是 他是有原因的嘛 虐疾當然是會有原因的 好 在1880年的時候 這個拉法郎 拉法郎是法國的軍醫 法國的軍醫 他發現了 感染虐疾患者的血液裡面有虐原蟲 所以虐原蟲是他發現的 虐原蟲是他發現的 然後在1894年 這拉法郎跟另外一個人 提出了一個假說 提出了一個假說 就是說這個虐原蟲 虐疾是有蚊子傳播的 假說 假說 好 那因為 我們後來才知道 虐疾是這麼重要 這麼嚴重的寄生蟲疾病 所以在1907年的時候 這個拉法郎得到諾貝爾醫學獎 就是因為他發現了虐原蟲 好 這次算是第一個 好 再另外一個人叫羅娜羅斯 叫羅斯 羅斯他發現了什麼 軟囊體 軟囊體是不是有性生子的產物 這個會在哪裡 蚊子體內 對不對 蚊子是形有性生子 他發現軟囊體 然後他發現包子小體 然後他發現了整個生活史 整個在蚊子體內的生活史 好 所以等於是他成功了 提出來說 這個鎊齊的生活史 他也證實說 這個 鎊圓蟲是有蚊子傳播的 因為他是在蚊子體內發現 所以這個羅斯也得到了1902年的諾貝爾獎 所以這兩個人 都因為 一個是發現 然後一個是 發現鎊圓蟲 得到諾貝爾獎 然後這一個是發現他的生活史 得到諾貝爾獎 這兩個是因為研究 鎊圓蟲 得到諾貝爾獎 好 好 接下來講一下 各種不同鎊圓蟲 他的潛伏期 潛伏期是什麼 我感染到發病的時間 這一段期間 你看一下 菲斯利帕論叫做惡性虐對不對 惡性虐是不是最毒的 一隻虐圓蟲 你看一下他的潛伏期 有多久 在四隻虐圓蟲裡面 是不是最短的 9到14天 感染惡性虐 9到14天就會發病 平均11天 那你看一下 最長的那個叫馬拉里亞 他的潛伏期是18到40天 代表這一隻虐圓蟲 他是最弱的 他的潛伏期就比較久 感染這一隻虐圓蟲 比較久才會發病 他是最弱的 好 所以這個潛伏期的長短 可以讓你們判斷一下 這隻蟲他的 他的 毒性 剛講完生活史 那接下來就講一下他的症狀 這邊的症狀 是 一般的虐原蟲 感染一般的虐原蟲 那四隻一般會有的症狀 一般 第一個就是發燒 第一個就是發燒 好 我剛才稍微提到 虐原蟲 它會感染紅血球 對不對 它在裡面進行無性繩子 變成Skyzong 對不對 變成劣質體 劣質體破裂的時候 它同時會釋出 讓我們人體發燒的物質 所以你就會發燒 所以你就會發燒 那通常這個 它是有一個週期性的 它會發冷 又發燒 忽冷忽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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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再流汗 因為你發燒完之後 你就會流汗 所以這個是一個 算是一個週期 是一個週期 其實我之前就有提過 就是你看一下這個生活史 你大致上可以推測 它會引起什麼症狀 對不對 虐原蟲寄生在哪裡 紅血球 對不對 它會破壞紅血球 對不對 所以紅血球被破壞之後 會怎麼樣 貧血 對不對 所以它第二個症狀 就是貧血 貧血的原因 就是大量的紅血球 被破壞 就貧血了 這叫溶血性貧血 第三個症狀 叫做 黃打 為什麼會有黃打 血紅素 跑到尿液裡面 你紅血球被破壞之後 血紅素 是不是被釋放出來 跑到尿液裡面 就變黃打 還有你的眼白 也會變黃黃的 就跟那種 就是肝癌 你有看到肝癌 肝癌末期的病人嗎 皮膚黃黃的 尿液黃黃的 眼球黃黃的 黃打的症狀 這主要是因為 血紅素進入血液循環 第四個 皮脹腫大 皮脹腫大 也是感染瘧疾 一般會有的症狀 你知道皮脹功能是什麼 皮脹它會清除一些 壞掉的紅血球 還有造血 這都是皮脹功能 當你大量的紅血流 被破壞的時候 大量的紅血流被破壞 肝癌疾 大量紅血流被破壞 皮脹它的功能就被迫 要抗進 因為你太多的紅血球 都壞掉了 這時候 它就會 腫大 皮脹就會腫大 其實我們的器官 我們的器官 其實都有一些 代償的作用 代償的作用 當你什麼 什麼功能不好的時候 你那器官就會一直用 一直用 啊用到後來其實 就壞掉了 好 你看到什麼腫大啊 什麼肥大啊 那個那個都是 當然都是不好的 好 月極發作有間歇期 間歇期就是 兩次發作 中間的這段期間 叫間歇期 有些這個名字 它是有意義的 什麼叫間日虐 間日 間日就是說 它發作的期間 是隔兩天 它可能第一天發作 這邊發作指的是發燒 指的是發燒 第一天發燒 第三天發燒 中間是不是隔一天 隔一天就不發燒 這叫 這是它取名 間日虐 間日虐跟軟行虐都是這樣子 中間是隔一天不發燒 三日虐勒 隔兩天 隔兩天 中間兩天是不發燒的 那熱帶虐就是二性虐 熱帶虐就是二性虐 它的發燒是不規則 它是不規則的 好 這個稍微知道一下就好 這個是一本書裡面記載的 這是 這個生夏勳教授 他以前是台大的教授 這是日據時代 日據時代就是台大的教授 他在1976年有出版一本書裡面記載的 這個是 台灣3D 就原住民的兒童 原住民的兒童感染虐疾 以前 以前虐疾很嚴重 那時候 小朋友 這個大概有 可能五六十年前 五六十年前的照片 小朋友感染虐疾 導致 皮脹腫大 皮脹腫大 他們這邊都有畫一圈一圈的 他就是要記錄那個 皮脹腫大的情形 當你的肚子越大的時候 那個圈就越大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畫一些記號有沒有 那感染虐疾 會導致肝臟黑化的現象 肝臟黑化的現象 主要是 就是 虐原蟲他寄生在紅雪球 他會代謝 紅雪球 代謝紅雪球之後的產物 會有色素 沉澱 這叫虐色素 這是一個代謝產物 就是虐原蟲寄生在紅雪球 代謝之後的產物 叫虐色素 所以這個感染虐原蟲之後 會有肝臟黑化的現象 你看右邊這個是一個實體解剖 就是感染虐疾死亡之後的肝臟 整個都是黑色的 好 你們要不要休息一下 好那就休息一下好了 他好像沒有打鐘 休息一下等一下繼續 好繼續 好繼續 剛才講的那些症狀 是感染虐疾 一般都會有的症狀 那這邊 特別要強調 惡性虐 因為惡性虐它比較嚴重 惡性虐會有一些比較特別的症狀 同學們 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考試的時候 考的時候會考 好 惡性虐感染可能的併發症 第一個叫做微循環停止 好 你知道紅雪球它有變形的能力嗎 紅雪球它有變形 當這個被惡性虐感染的紅雪球 它變形的能力會變差 變形的能力會變差 那這會怎麼樣 紅雪球變形的能力會變差的話 它就會卡在那個血管壁 易吸附於血管壁 好 那 這會怎麼樣 紅雪球吸附在血管壁 卡在血管壁會怎麼樣 你是不是局部的那個血循環 就會中止 因為它會卡住嘛 它會卡住 好 會導致這個你的血管 局部的小血管就會阻塞 阻塞之後就會缺氧 對不對 這個就叫做微循環停止 OK 那這可能發生在你全身各個地方都有可能 各個地方都有微循環 末梢血管 腦部各個地方都有可能 好 這個圖是被二性虐感染的紅雪球 它吸附在這個腦部的微血管 你想一下你的腦部的微血管 如果塞住的話會怎麼樣 好 所以第一個它的併發症就叫做微循環停止 二性虐感染的病發症第一個就微循環停止 好 那它可能會發生在很多地方 它有可能發生在胎盤 胎盤 胎盤的微循環停止會怎麼樣 胎兒是不是就沒有辦法得到養分 那它就有可能會流產 食產或早產 好 第二個如果它微循環發生在腦部的話 會導致腦性虐疾 腦性虐疾 就是腦部的微循環停止 就是腦性虐疾 第三個 它有可能發生在全身各個地方的小血管 這叫弥漫性的血管內凝血 然後叫DIC 好 有同學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提出來 都可以提出來 好 這個是腦性虐疾 腦性虐疾 就是腦部的血管被阻塞 因為感染惡性虐的原因 腦部的小血管被阻塞 然後導致這個腦性虐疾 好 那這個最終的結果當然就是死亡 最終的結果會死亡 你們知道就是腦部缺氧大概幾分鐘之後 就會腦死了 差不多十分鐘 十分鐘之後 你的腦部只要十分鐘 沒有血液經過的話 阻塞的話 缺氧十分鐘就掛掉了 所以感染虐疾 也會導致腦部的病變 對不對 會吧 你們學了一些寄生蟲之後 之後慢慢學 我可能會 橫向的問你 下裂哪些寄生蟲會導致腦部的病變 腦部的病變 所以你就要想一下 這個寄生蟲會導致腦部的病變 就是 你要會去整合 你要去整合 像這個 瘧疾就會 瘧疾就會 有一些就不會 所以這個你要特別注意 為什麼要特別 腦部因為它比較重要 就是你腦部的病變 通常最後的結果 就是死亡 就是死亡 所以就是 會引起腦部病變的這些 你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是微循環定質 那惡性虐 還會導致其他的病發症 這個是在其他虐童比較少見 第一個就是黑水熱 這個名詞 同學們你可能第一次聽到 黑水熱 不過其實你從字面上 你去想一下 黑水熱 熱一定是發燒的意思 對不對 那黑水是什麼 黑水 黑水就是你的尿液是黑色的 叫黑水 我 就是幫你們想像一下黑水 好 黑水熱 叫Black Water Fever 這個原因是什麼 你感染 惡性虐 特別是惡性虐的話 你紅血球會大量被破壞 對不對 那你的血色素 血紅素 血色素 會跑到尿液裡面 所以你的尿液的顏色 就會變得比較 深 變得有點紫色黑色那種感覺 就是黑水 又會發燒 就是黑水熱 好 就是血色素尿的意思 好 這邊黑水熱一定要記住 因為你們後面會學到一個叫做黑熱病 黑熱病跟黑水熱不要搞混 黑熱病是另外一隻寄生蟲造成的 有時候其實考試就是 蠻無聊的 考試就是很喜歡就是 就是出一些很像的東西 就是你不要搞混 好 再來就是熱帶 疲倦 腫大症候群 疲倦腫大在一般的虐原蟲 其實都會 這邊強調熱帶的話就是 當然就是一些比較熱帶地區 像是非洲那邊 非洲那邊 會比較會有這種症狀 好 好 那這個死亡率很高 那我剛才有講過就是因為 你紅雪球當然被破壞 那你疲倦的功能被迫要抗進 所以你就會疲倦腫大 好 那這個方法 你只能一輩子吃抗虐疾的藥物 這個只有這個治療方法 你把皮上切掉也不會變好 好 你把皮上切掉之後會有另外的病發症 你的肝臟會變大 好 好 所以這個惡性虐它特有的病發症 同學們 這個一定要記住 這邊只是一個整理而已 剛才我都有講過 好 烈原蟲一般會導致的症狀 就是貧血發燒 那貧血的話 當然就是會組織缺氧 組織缺氧的話 會發生在各個器官 各個器官都有可能會組織缺氧 所以烈原蟲的感染 是不是一個全身性的病變 只要寄生蟲是在血液裡面 血液是它可以透過血液傳播的話 就會有全身性的病變 對吧 你血液循環是全身的 它不可能是只有局部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概念 假設那貧血液會在血液裡面 基本上你看到了各個器官的病變 都有可能 有時候其實你們在答題的時候 不見得一定是你們曾經看過的 但是你可以用你的邏輯去判斷 這隻貧血液在哪裡 所以它有可能引起 什麼樣的病變 那這個畫骷顱頭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特別是惡性虐原蟲 惡性虐就比較毒 它會引起微循環停止 然後再來就是黑水熱 這個就特別注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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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好 好 好 那你看一下下面這邊是不同的 這個 最短 那你看一下 右邊那個是它產生的Meralzoid的數目 惡性虐在最短的時間內產生最多的Meralzoid 所以它的毒性是不是會比較強 對嗎 那Malaria在最長的時間產生最少的Meralzoid 所以它毒性比較弱 這可以理解嗎 可以齁 好 好 感染虐疾 感染虐疾 經過治療之後 經過治療之後 你的症狀可能就沒有了 你的症狀可能就沒有 但是不代表 你的體內完全沒有寄生蟲 這樣可以理解嗎 這個虐原蟲它有可能會躲在 躲在某一個地方 但是它的數目沒那麼多 它數目沒那麼多 很少 那你這時候你不會有症狀 因為你的數目很少 對不對 虐疾的患者可能會有一段 無症狀期之後 就是說你經過治療之後 沒有症狀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它又復發 它又復發 這叫虐疾的復發 這個主要是虐原蟲 少數的虐原蟲 可能躲在肝細胞裡面 躲在肝細胞裡面 它可能會沉疾一段時間 沉疾一段時間 它不會複製 它不會複製 但是過一段時間之後 它又開始了 它要開始複製 那是不是就會有症狀出現 我有講過 原蟲 感染原蟲會不會有症狀取決於什麼 樹木的多少 樹木越多就會有症狀 樹木少就不會有症狀 好 那這個躲在肝細胞裡面的虐原蟲 它叫休眠體 這個是一個專有名詞 同學們稍微記一下 躲在肝細胞裡面的那個時期 那個形態叫做休眠體 那個英文 hypnoloid 記一下 休眠體 它又叫做淺棉小體 又叫淺因子 這個是一樣的東西 就是躲在那邊的 躲在肝細胞裡面的 虐原蟲 那一段時間之後 我這段時間可能沒有症狀 一段時間之後就復發了 這樣子瘧疾的復發 通常只會在這兩種 兼日瘧跟軟息瘧上面看到 這兩種瘧疾的復發 復發只會在這兩種上面 但是為什麼 不知道 這個是統計上面 統計上面 只看到有這兩種 虐原蟲會復發 會有復發的現象 下面這個圖很清楚 你看一下 一般的感染 它會在肝細胞裡面進行 無性生殖 形成sky zone 這是一般的感染 大概都幾天的時間而已 但是有一些虐原蟲 像這個淺棉小體 它就躲在這邊 這邊是不是只有一顆而已 它就躲在這邊 它躲在這邊 好 那這個是用那個 實驗的方式 這是針對這個虐原蟲的抗體 就是抗體去染色 但是有這個螢光的話 就代表有抗原 這個是sky zone sky zone 這個有可能是休眠體 只有一顆在這邊 好 接下來講一下診斷的部分 診斷的話 臨床上診斷可以就是 比如說 就問病人說 你有去過哪裡啊 那裡到底是不是 虐疾的流行區 可以判斷 可以判斷 如果你是去一個 完全沒有虐疾的地方的話 當然你就不太可能會 感染虐疾 再來就是實驗室診斷 這個是比較直覺的 實驗室診斷可以就是 直接看那個 血液抹片 因為它記得那紅血球嗎 直接看血液抹片 再來就是間接診斷 就是用血清血的方式 診斷有沒有抗體 抗那些虐原蟲的抗體產生 直接診斷就是血片檢查 你們有做過血片嗎 血片就是第一滴血 第一滴血在這個 載波片上面 然後用 就把它推開 把它推開 就會變成這樣子 這個第一滴血直接觀察 第一滴血染色直接觀察 你可以看到 如果它有感染虐原蟲的話 你可以去估算它的密度有多少 密度有多少 這叫厚片 就第一滴血 那如果你把它推開 推開的話 它只有一層 只有一層的話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紅血球 是那種雙凹型的紅血球 那如果有虐原蟲寄生的話 你就可以在裡面看到 那虐原蟲的形態 那個叫薄片 那叫薄片 像我們要觀察 譬如說觀察那個 Ring Phone 借還期 或是觀察Skyzong 是不是布滿整個紅血球 Ring Phone 就只有一顆在那邊 只能用薄片去看 只能用薄片 可以觀察各個發育期 那我們也可以用 除了鏡檢的方式 除了鏡檢的方式 目前 目前大概就是用看血片 跟這個分子診斷的方式 來鑑定 虐原蟲的感染 你們有做過那個 PCR嗎 有做過PCR嗎 PCR有 這個很簡單 這個是設計 不同 虐原蟲的影子 然後透過那台機器 這個是傳統的PCR 這是傳統的 聚合煤電所反應 那如果有那個產物出現的話 如果有那個我們預期的 分子量的產物出現的話 我就知道他是感染那一隻虐原蟲 那當然現在有QPCR QPCR當然就是比較快 現在那個什麼 COVID-19 他們都是用QPCR 就是用螢光去定量 那個比較快 這個傳統的話 就是比較傳統 他是看那個 看那個ban 有ban的話就是 這個讓同學們知道一下就好 就是目前診斷 虐原蟲的方式 就是用看血片 看血片 跟分子診斷 分子診斷通常是 確認 確認的方式 有時候其實是靜檢 靜檢會有人為的誤差 我看跟你看 可能不太一樣 但是這種PCR的方式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比較不會有那種 那種爭議 好 接下來講一下治療 治療有大致上分成兩種 第一種就是吃藥 就是藥物治療 大概就是殺死虐原蟲 或讓紅雪球的環境變得不好 讓它沒有辦法在裡面複製 第二個 Vector Control Vector是什麼 病名 對不對 Vector Control 虐疾是有五文子傳播的 我如果把五文子全部殺死的話 虐疾就不會傳播了 所以Vector Control 是一個 其中的一個治療方式 但是我不可能把 非洲地區所有的虐蚊都殺死吧 也不太可能 好 好 這邊的Vector是哪一種Vector Vector有分成兩種 我在上一堂課有講過 生物性病媒跟機械性病媒 這是哪一種 生物性病媒 這沒有問題 因為虐原蟲會在蚊子虐蚊裡面進行 有性生殖 所以它是生物性病媒 藥物 藥物最一開始 當然是從那個 這個是一種樹 叫金基納樹 Synchona的樹皮 樹皮提煉出來的東西 可以去殺虐原蟲 可以去治療虐原蟲 虐疾 再來就是奎寧 這個都是萃取出來的 從那種植物裡面萃取出來的 第一個被合成用來殺虐疾的藥物 是這個 叫綠奎寧 叫綠奎寧 之前那個什麼美國總統 不是有拿奎寧去治療 治療那個COVID-19 大概是 綠奎寧 然後它後面有一些藥物 陸續都有一些藥物 其實一個藥物用久了會有 抗藥性 對不對 所以我們必須一直去研發新的藥物 因為原本的藥物已經殺不死了 蟲它也會演化 對不對 如果它那麼容易就被你殺死的話 它其實早就沒有了 它不可能到現在還存在 跟細菌一樣 這些都一樣 跟病毒都一樣 如果你原本的藥物 它已經適應 它已經演化出一個機制的話 那你原本的藥物就殺不死它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一直要做研究 如果那個藥物一直都有用的話 我們也不用去研發新的藥物 那到近期 1972年 有這個 這個叫青蒼樹 青蒼樹是由青蒼 青蒼也是一種植物 提煉出來的 青蒼是一種菊科植物 它會提煉出這個青蒼樹 可以用來殺女原蟲 這個青蒼其實找在這個古籍裡面 這個是2000年前 就有那個古籍有記載 青蒼 它可以解熱 解熱 Treat fever 它可以解熱 這古籍裡面就有記載 但是在近年來才發現 青蒼裡面的青蒼樹 可以去殺女原蟲 那這個發現是這個 塗悠悠 是中國大陸的一個學者 塗悠悠研究瘧疾的學者發現的 青蒼樹可以去殺女原蟲 那它因為這個貢獻 這個發現 所以就得到2015年的諾貝爾醫學獎 2015年的諾貝爾醫學獎有三個 這三個人都是跟研究寄生蟲有關係 其中一個就是 發現青蒼樹會去殺女原蟲的 塗悠悠 它是所謂 亞洲跟華人女性得到這個 榮譽的 那另外兩個 另外兩個是 一個是日本的基建蟲學家叫大春智 那另外一個是艾爾蘭的基建蟲學家 叫做Campbell 他們是發現土壤裡面有一種細菌 它分泌的一種物質可以去殺獅蟲 這個我後面會再提 它是另外一種 發現另外一種可以殺獅蟲的物質 好 所以同學你們可能去研發抗COVID-19的藥物 可能有一天你們會得諾貝爾獎 因為這個是本世紀最嚴重的傳染疾病 好 那這個給同學們參考一下就好 因為你們有機會出國嗎 你們之後還是有機會去一些 虐疾的疫區 像非洲地區 你們非洲有志工團嗎 你們有志工團會去非洲嗎 沒有 還是一些東南亞地區應該有 那邊有虐疾的話 就要吃一些預防性抗虐疾的藥物 這個同學們你們參考一下就好 那記住喔 一旦吃的話就要準時吃 一定要準時吃喔 你不能就是少吃一天或什麼的 少吃一天可能就沒用了 少吃一天就沒用了 再來是Vector Control的部分 虐疾是由虐蚊傳播的 叫Anophilis 叫虐蚊 非洲那邊很流行惡性虐 那他是由這隻叫鋼比亞虐蚊 那台灣 台灣是這一隻 叫微小虐蚊 或矮小虐蚊 Anophilis叫虐蚊 minimus mini就小的意思 叫微小虐蚊 不同地方流行的虐疾 他的虐蚊的種類 是不太一樣的 中國大陸那邊流行的虐疾 叫做中華虐蚊 中華虐蚊 有時候考試很無聊 會考這種 考這種東西 好 那這個是他的生態習性 矮小虐蚊的生態習性 他很喜歡長在那個 生長在這個 稻田 水稻田 有灌溉溝渠的 那種水草旁邊有灌溉溝渠 那種水稻田 他很喜歡長在那種地方 矮小虐蚊 這個是他一些生態習性 這個不會考 這個同學們參考一下就好 為什麼 你現在有聽到台灣還有什麼虐疾嗎 很少的吧 主要就是因為 在1950年之後 大量噴灑DDT DDT會殺死這個虐蚊 但是DDT他有毒性嘛 對不對 他會致癌 所以之後就停用了 所以從這個之後 大量的虐蚊 矮小虐蚊都被撲殺了 所以台灣的虐疾 因此 就絕跡了 因此就絕跡了 那這個 這個是 很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台灣是在 1965年 民國54年 被世界衛生組織頒布 台灣是虐疾的根除區 這是很重要的里程碑 就是一種傳染性疾病 在這個地方是完全沒有 完全被撲滅 那這個是 左邊那是文件 就是 Malaria has been eradicated 就是Malaria已經沒有了 根除了 那個是 那個照片 左邊是 世界衛生組織的官員 然後 右邊那個是 你們應該不認識 你們認識 連勝文嗎 連勝文有聽過嗎 連戰有聽過嗎 連戰是他爸 對不對 這一個 這一個叫做連政東 連政東是 連勝文的阿公 可以說是阿公 是當時的內政部長 內政部長 所以 台灣現在 還有沒有虐疾 你覺得台灣現在還有沒有虐疾 有還是沒有 有 但是他是境外移入的 有可能嗎 台灣其實現在還有虐疾 他從1906年之後 到2014年 都還有幾十個Case 每年都還有幾十個Case 那這個都是境外移入案例 就是 譬如說你去東南亞玩 或是你去非洲玩 帶回來的 聽到境外移入好像就覺得 不怎麼重要了 不怎麼嚴重 如果你就是有防堵 有圍堵住的話 沒有擴散開來的話 其實都還好 可能現在可能登革熱 可能比較 比較嚴重一點 對 好 那我今天就講到這邊 同學們針對我剛才講的 有沒有什麼問題 今天講的重點 大致上 生活史 你生活史要了解 然後 虐疾引起的症狀 還有惡性虐的併發症 這個是幾個比較重要的重點 同學們要了解一下 這樣子 有問題嗎 有沒有問題 都可以聽得懂 好 反正有問題的話就是 可以隨時到那個 辦公室去問我也可以 好 那就下課了